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 大家帮我算一下 我可以转几圈好不好 大家好 我叫孙嘉群 今年40岁 现在人在上海 来自台湾台北 谢谢大家 这位男嘉宾来自海州 孙嘉群 我觉得他看上去像29岁 谢谢 这个你待会儿 如果下去的时候也 他可以跳 以他的功力量 他应该是直接可以跳过去的 如果没有估计错的话 因为年纪也大了 比较不需要再卖命 所以我先换血 不许在我面前说年纪大 你确定站那儿 不会有什么事吧 别说了说了 人家是职业的好不好 你看他那个范儿 你还为你担忧 人比你站得要闻好不好 人家胳膊直角不会断好不好 不许拿残疾人 开这种伤天害理的玩笑 意外 来看看这边的生气 24位女生对孙嘉群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大家 8号 你对她的印象 好 嘉群 你好 是 你刚才上来的时候 我觉得终于见到一个腿 不是咧着上来的男嘉宾了 所以我印象特别好 前面几个都咧着腿上来的 从我看《非诚勿扰》这个节目以来 我感觉所有的男嘉宾 那个先露出来的 总是一双咧着的腿 就是这个节目不一定的 什么意思 咧着腿是什么意思 对的 对的 我没注意我们的男嘉宾都脸上腿 我以为这是节目组的规定 我们节目组有这么变态的规定吗 没有 她那个8号这么一说 我想孟非首先是率先锤饭 你就是那个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又不来找对象对吧 对对对 来我跟你说 跟你说话的就是 8号是一个博士 您好 您好 9号 男嘉宾就比我妈妈小5岁 但是呢 你的意思是 你父母没有那个什么吧 什么呀 好 没想到 我想过了 我想过了 她是比我妈小5岁 以前呢 女嘉宾这样一说 我的第一本能反应是 就是她父母 我到时候带过去以后 该怎么称呼 你记得吧 对 我想的不是这样 我以为她父母离婚了 她说她介绍给我妈 挺合适 我这么想的 没有没有 但现在这个不重要 现在带来更大的一个问题 她也爱上了她 她带回去以后 妈妈也爱上了她 那怎么办 你得想的更多了 我怕 我怕 我怕我妈看见她 叫她女婿 特别不好意思 大家好 我是孙家群 今年40岁来自台湾 我是一位直排轮教练 我教直排轮已经16年了 我发现上海的家长们 都花了很多的钱 让小孩子去学直排轮 可是大部分是物无所值的 我不敢说我的学生一定物超所值 但是我一定要让他们物有所值 至少真的学到东西 并且爱上这项运动 很多人喜欢找我聊天 把我当成心灵导师 这就是我目前的第二个职业 儿童个性分析师 小朋友的灵魂比较清澈 他们的眼睛就会告诉我们 他在想什么 但是大人因为经过生命的洗礼 比较容易隐藏 比较会掩饰 所以我很佩服乐家老师 因为乐家老师分析的是 已经被污染的灵魂 所以更复杂 但是我有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乐家老师喜欢讲的时候说 他一定怎么样 他绝对怎么样 可是我觉得呢 因为现在的人的个性都很复杂 有的时候他会随着环境 随着心情而改变 所以要是我 我会说他比较可能 我是一个堆叠大人 因为我的房间不大 所以我希望把每一个东西都装到盒子里 一个一个堆起来 这样才能充分利用空间 你觉得我们两个一样吗 其实我觉得蛮像的 乐家老师 我现在在这边表达一下 我在台湾很无聊的时候 我都看你们的节目 然后我就会 心情就会非常的好 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 因为看你们的节目 你们两个的组合的对话 跟男嘉宾之间的对话都非常好 我为什么问 我说你觉得我们两个是一样的人吗 在刚才那个短片当中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我想请教一下乐家老师 不知道为什么 每一次你在评论每个男嘉宾的时候 都要讲绝对和一定呢 你要先问我为什么 然后我会告诉你原因 你并不知道为什么 你已经给我做了一个定论 我是一个喜欢做定论的人 现在我来告诉你答案很简单 在电视语言当中 你讲的太复杂 老百姓听不懂 包括我在看电视的时候 我需要的是最直接了当的答案 所以必须把那个推导的过程给省略掉 这就是大多数的专家 在做电视节目的时候 他们痛苦的原因 所以根据刚才你的回答 我给予你我的回应 希望对你有那么一点点的帮助 谢谢乐家老师 谢谢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其实我对这个运动也一直有兴趣 但是我觉得我年纪大了 年纪大的人还能学这个吗 我教过最大的是65岁 他那个时候65岁 现在应该75岁了 学多久能够自己 那个就是安全的自由的滑行 你会不会骑脚踏车 我只会看四个轮子 没关系 你会有方向的感觉 直排轮一定学的会 只是会到什么地步 多长时间 如果给我教的话 应该三堂课就会了 一堂课两个月 我比较好奇 你过去谈的女朋友当中 有没有过也比较擅长 就是这个 基本上以前我有几个女朋友 他们都会跟我一起溜 然后上课的时候 帮我陪孩子玩 对对对 我很好奇 你几个女朋友不是同时的吧 肯定不是的 以前我是坏男人的时候 就桃花不断 可是当我立志 要当好男人的时候 就遇不到对的人 我认为坏男人啊 就是凡事都神神秘秘的 都有所保留 好男人呢 就是什么事都老老实实的讲 所以对方就把你摸透了 没有挑战性 所以很容易被呼吁了 甚至被当成备胎 所以我想要成为一个 好中有坏的男人 就像华山论剑中的黄耀师一样 他是鞋中带有三分正 正中带有七分鞋 我想要成为一个七分正 三分鞋的男人 对我来说 找到一个心灵相同的伴侣 好过弟子相同的老婆 现在很多人都为了结婚而结婚 像这样缺乏沟通 与妥协的婚姻 迟早会出问题的 我是一个比较了解女人的人 因为我发现男生与女生 在遇到问题时 关注的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以后我有交女朋友 吵架的时候 我会站在她的立场去思考 多让着她 谢谢 23号 你好男嘉宾 你好 我刚才注意看那个VCR 你脸上连皱纹都没有 为什么你们台湾人啊 什么香港人 就感觉长得像老妖精一样 长得特别的慢 你们从小是怎么长大的 上一次那位 叶恩 叶恩大我两岁 那那个面试我的导演说她看起来像五十几啊 3号 我看到那个VCR里边没有说男嘉宾的那个婚史和那个恋爱史 对我回答 我没有结过婚 可能因为 试婚年龄的时候 呃 比较 还比较爱玩 那等我想定下来的时候 就没有遇到合适的 那以我们 因为我家族都蛮晚婚的 我姐姐也没结婚 我堂哥堂姐都五十几了 也都没结婚 如果没有真的遇到合适的对象 就是没有心灵相动的伴侣 那我宁可自己一个人不要害了别人 也更不要害了孩子 那如果比如说你六十岁你才遇到你合适的那个 那另一半 那生小孩没有问题吗 男人是没问题的啊 男人八十岁可以生孩子 哦 八十岁可以生啊 前一阵子有个新闻 有个八十二岁的老翁才生了一个孩子 你一直认为到了六十岁男人就生不出来了吗 不是我觉得就是 就是肯定那个质量会有影响 然后对小孩的那个智力和身体是不是会有影响 所以我现在特别提倡一件事情 随着现代社会节奏的加快和人们的压力越来越大 其实我是特别提倡做那个精子冷冻术的 在年轻的时候就把它提前给保养好 那个女嘉宾我最后再说一句 我的母亲大我三十六岁 你认为我有问题吗 不是我我因为我不是很懂 所以我问一下 并没有质疑你的意思 不会不会 基本上我认为这个 呃 这不是我底下 来 拍拍拍 我谈过很多次恋爱 我认为没有必要在谈恋爱的过程中 为了对方而改变自己 不然要是一个人谈了五次恋爱 他不是要变来变去吗 其实人生是一场修炼 修炼的是自己的内心 我最痛的一段感情 它改变了我的人生 甚至曾经摧毁我的一切 它小我十二岁 当我们的感情越来越趋于平淡 越来越像家人的时候 他选择着背叛 去追寻他要的刺激 后来他回来我选择原谅他 没想到我的宽容 换来的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背叛 我醉过方之久 爱过才之情深 所以我现在想要找一个中等美女 我不需要他太高 不需要他太漂亮 不需要他太有钱 就一切都刚刚好 就很棒 我希望他脑袋比较清楚 然后很务实 愿意跟我分享心事 我希望找个跟我相似的 而不是互补的 因为相似的话 大家适合在一起生活 而互补的 在感情比较淡之后 会容易产生争执 最后留灯的八号 家庭你好 是 在你第二段VCR的时候 我看到你有说用黄药师来形容自己 对 那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你理想当中的女生 能不能也用一个精英的人物来 黄荣 你觉得黄荣和黄药师很像吗 她是他女儿吗 我觉得郭湘更像 但是黄药师在《射标英雄传》里 除了武功高强之外 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感情一往情深 对吧 好 你最后留灯表明你愿意跟她走 我们再问男嘉宾 如果你愿意 刚才我说了一个女博士 她两次称你的名字叫佳群 你如果愿意带她离开 如果不愿意表示感谢之后 你自己一个人离开 我愿意恭喜你 好 加群 我给你汇报一下 我见过好多好多女博士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穿鱼网袜的女博士 就是这么时髦 这么性感的 不太多 好 恭喜你啊 谢谢老师 再见 谢谢老师 很高兴现场见到你们 真的 好像从荧幕里面走出来一样 好好好 谢谢你 我也希望你们以后 不仅是在无聊的时候 看我们节目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再见 恭喜你们 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 娃哈哈一眼快见 幸福现现提供的爱心 恭喜你们 我觉得嘉诚的人非常好 而且划得非常好 他的态度一直都是 非常温和 温温尔雅 是我喜欢的类型 所以我一直为他留灯到最后 我后来知道他是博士 其实非常的惊讶 但是他有他的专业 我也有我的专业 那我们到时候可以互相的交流 他可以把他的专业交给我 我可以把我的专业交给他 那有爱情爱的旅游 我们就从爱情爱 给彼此一个机会开始 那我也可以教你溜直排轮 好不好 好